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9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德国《明镜周刊》发表 李扬霍夫曼等人的文章说 中印两国最近在加勒万河谷边境线上 发生导致伤亡的严重冲突 但紧张的不仅仅是中印关系 世界许多地区对北京的抗拒正在增强 冲突有时公开发生 有时秘而不宣 印度地缘战略专家切拉尼说 我们正在看到的只是全球反弹的开始 北约秘书长施托尔滕贝格说 北京日益强大的实力 正使全球力量平衡发生根本性改变 未来西方军事联盟应该与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韩国等 志同道合的国家更密切地合作 北约必须支持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世界 不向欺凌和胁迫低头 他不必点名北京 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 全球权力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和中共国 一个是老超级大国 一个是新超级大国 自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担任总统以来 美国的目标是将以前孤立 贫穷的中华帝国融入国际体系 希望能与西方结盟 这一模式被称为以贸易促变革 然而到了今天 川普政府却选择与中共脱钩 川普的美国第一和习近平重新崛起 为全球强国的中国梦将难以调和 几乎肯定会发生新冷战 这种对抗也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 虽然许多国家感到被川普的误导性政策冷落 但却没有谁准备支持北京 许多印度人长期以来感受到大邻居中共威胁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对中共在南海的行动感到震惊 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的情况 展开独立调查 遭到北京当局一系列经贸报复 但堪培拉方面表示不怕胁迫 不会放弃西方的价值观 英国首相约翰逊前些年自称侵华者 但在北京践踏中医联合声明 强行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后 他表示伦敦别无选择 只能向持有或有权持有 英国海外护照的近300万香港公民 发出12个月的签证 帮助这些人获得公民身份 伦敦的对抗行动还包括重新审查 今年1月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决定 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执政保守党一员图根哈特指出 北京正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西方必须捍卫这个体系 德国国会议员施密德表示 必须与北京合作的观念已经过时 制度问题不容易瞒 而且北京方面已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欧盟长期以来对北京宽容 现在也更加坚持起见 2019年欧盟委员会首次将中共国 从经济竞争者提升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柏雷尔 今年5月声称 欧洲将更加强硬地应对北京 德国将从7月1日开始担任 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宣布 制定统一的欧洲对华政策 是该国主席任内的核心任务之一 但柏林布希望跟随美国与中共脱钩 认为不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 反对党抨击默克尔对中共的认知过时 总理府对形势发展麻木不仁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